诗经 国风 雍风 甘毛 节节甘毛 载郡之交 素丝皮之 两马四之 笔书者子 何以弊之 节节甘于 载郡之都 素丝主之 两马五之 笔书者子 何以弊之 节节甘今 载郡之成 素丝主之 两马六之 笔书者子 何以故之 诗经 国风 雍风 甘毛 白话解释 甘毛一诗 众说纷纭 超过十种说法 所传定宫九年传 甘毛何以故之 取其忠也 故用其道 不弃其人 孔子家宇 孔子家宇 号生 甘毛之中故 至已在 故此 甘毛一诗 结为求财之诗 素丝两马 是古代礼贤圣节 贤良之事 秉受诚意相迎 而以忠诚效力以报 本诗三部曲 自城郊 城外 城内 以空间向度 循序进入都城中心 又以四马 五马 六马 描写积极上街 是礼贤圣旷 三种不同旗帜 耀眼飘扬 更展现各种 品级礼质的盛大遗节 城郊 城外 城内 各地礼贤纳事 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君王习才好礼 围臣 赤臣中故 这是君臣之意的最高境界 牦牛尾棋 耀眼突出 招贤礼车在俊义城郊 素丝编组毛尾 聘礼两马四批 能财郡士将何以回复 鸟准旗帜 醒目特殊 仿财礼车在俊义城旁 素丝编织鸟准 胜礼两马五批 贤财郡士将何以为报 五彩与其盛大招展 求财礼车在俊义内城 素丝细编财雨 顶礼两马六批 德财郡士将何以终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参考